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三角形ABC的兩邊長分別是5跟10 那第三邊是偶數啦 那麼這個三角形的周長可能是多少 那第三邊我們叫X好了 這X它是小的多少呢?兩邊之合15嘛 大的多少呢?兩邊之差5嘛 所以X它可能是等於6、7 它是偶數啦 它說第三邊是偶數嘛 6、8、10、12跟14 那所以它可能什麼呢? G數19不行嘛 然後這個21也是不行 為什麼? 因為這是G數嘛是偶數 如果這是偶數的話 三個加起來它一定是什麼偶數嘛 所以A選項不對啦 A選項19不對 然後C選項21也是不對的 然後B選項20的話有沒有可能?B選項20也不可能 B選項20也不可能 因為B選項20也不可能 B選項另一個1是異數 A選項20就是平平的 參選項20也不可能 B選項20也不可能 B選項20也不可能 C選項20能 C選項20是5 C選項21 如果是21的話,這是21減掉多少? 這兩個加起來就15了 6,那6可以啦 這如果是6的話,兩個最小邊加起來就會最大邊 所以這個是可以的,x等於6是可以的 所以c選上是對的 那其他兩個不對啦 其他的話,bx等於20 那這兩個是偶數,加起來這裡是d數 所以b的話不行 那這個d,這個也是不行 這兩個偶數不行,一定要是計數 所以答案的話,應該要選c